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推出玻璃木马工作室石森连展玻璃木马的魔法森林 以玻璃、木座、马赛克为创作题材呈现石森在台东自然美景的熏陶之下 仿佛走入魔法森林般创作出精彩的作品 展期只有到9月24号 位于台东北南乡立吉村的玻璃木马工作室 2016年由中训立及科会美所成立 作为创作与教学的空间 以玻璃、木座及马赛克为主要创作材料 作品均是利用多样媒材与技法 创作出山海中的花、草、树木、昆虫及可爱的动物 我们这次学生的种类大概有50多件左右 然后从2岁到82岁的阿嬷 那他们每一次来都会跟我们说 来我们工作室做马赛克很疗愈 说真的做马赛克是真的要很有耐心 一个一个贴 那一般人对马赛克没有什么了解 那马赛克是任何东西都可以贴 它是小小的东西一块一块贴在一起 它就会成为一个拼图 那所以让他们觉得说很有趣 而且你可以享受颜色 最重要是台东的大自然很美 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很多人可以了解 马赛克这是什么样的创作这样子 工作室的师生都不是专业美术科系毕业的 但都受立即当地自然美景的熏陶 涌现灵感 而创作的作品也让观赏者体验到不同的视觉享受 以及艺术魅力 整个作品给人的感觉都很放松这样 那可以看到每一个作品都有它自己的故事 跟它背后的意义我觉得非常的好 那除此之外我刚刚听大家分享也觉得 就是这些作品都带给大家很疗愈很放松的感觉 那也带给每一个在制作过程的每一位人 可能都非常的就很平静这样 我进这里好像真的进入一个魔法森林 有一个色香味的体验 眼睛看到很美好的事情 鼻子闻到很香的气味 只是不能吃而已 那我觉得整个心情非常愉悦 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创作 我觉得艺术真的是非常好 点缀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的生活更迅利多汁 玻璃木马的魔法森林 是森林站分为森林疗愈系列 以自然原木搭配各种落影落线的生物 精灵希望能够引发观者的童心 进而更关心自然环境保护 另外兼具艺术观赏价值的日常生活用品 将艺术美学融入生活中 而这次的连展展出至9月14号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前来台东生活美学馆参观 记者杨子轩台东市报导